哦,终于到了,终于把船背引来了,这是我重新订的一个船,比较轻,重37斤,不过路比较远,背起来也很累,这次用船来飘一飘,来钓到这里的狗鱼。 我从来的写真上看到,我找到你的女生物,会 timer,一直在做什么? 我看也很大これ让你再做什么,我看也很累了,你还会会 lineup的选择。 我会用这种刺�鼓的恋谱小匙去做什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哎 来了 哇 终于来一条 什么鱼 红尊 哦 不是红尊 是七彩龟吗 是七彩龟 哦 七彩龟 哇 我的空鱼是这个 哇 挂了点嘴边 这么大的七带龟不小了 胖极了 收下 终于没有空军 一会儿吃它了 我带的是很齐全的 好辣了 这是我第一次吃这个七带龟 这个肉啊 和红尊狗鱼 鱼生是完全不同的 红尊呢 是有点像三位鱼 其实我最远吃的鱼生呢 还是狗鱼 这种七带龟呢 其实在学名叫红尊贵 也叫全名是美洲红尊贵 是在这个上游的颜值场啊 每年发大水 都会逃逸跑出来一些 但这个跑的比较少 这口感的好奇怪 很紧实 有点咬不动的感觉 像是什么呢 像是吃了一块 新鲜的生牛肉 而且这肉啊 很紧很紧 啊太辣了 肉还是很好看 但鱼生的这个口感一般 一般 放出 一口 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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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年前我在这条河里 钓的狗鱼非常过瘾 最大的有十几年多 一个十几年前 那时候还玩 磕磕空间呢 完了 没戏的这条河 再也不用垫进来